听说有一颗外星球上面百分之百存在生命 你会相信吗 2010年 科学家通过望远镜 在距离地球20光年远的宇宙中 发现了一颗一具星球 名字叫格利泽581G 根据科学家的细心研究 发现它与地球极为相似 表面由岩石组成 其直径是地球的一倍多 质量是地球的3到4倍 根据计算 这颗星球表面的引力 是地球的1.5到3倍之多 而这个引力就可以锁住浓厉的大气 同时也能让碳基生命体 承受得住这种重力 另外 还有一个能维持生命的不可或缺因素 那就是适宜温度 但是这颗星球上的昼夜温差很大 星球表面最高温度达到了几十度 最低温度低至零下一两百度 但是那么高的温差 怎么可能会适合生命生存呢 可万万没想到 这颗星球已经被它的母恒星潮汐锁定了 也就是说 由于受到母恒星的引力作用 它的背阳面永远朝向母恒星的 另外一面永远是黑暗的 换句话说 格力泽581G相对于母恒星是没有自转的 所以 它朝向母恒星的一面永远酷热难耐 永恒黑暗那一面永远极度寒冷 那这颗星球 哪里有适宜生命生存的温度呢 毫无疑问 就是在明暗半球的分界线附近 这里的温度永远是不冷不热的 刚好适宜生命生存 甚至没有四季之分 科学家认为 这颗星球适合生命存在的引力和温度条件 既然都有了 那么 只要这颗星球上有地球十分之一的水和二氧化碳 其表面就可以拥有足够多的热量 这样 寓意出生命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 而且 它距离地球仅有20光年 要是哪天真的能实现星际旅行的话 说不定 我们真的可以来到这里拜访下这里的人们 那你期待吗